评说 他这老人听着他生气 愣带着家伙去的 那都没碰到李源 打八年李源这一走 老头跟李源没见过面 您得往后文书大以后铁扇寺 师徒者才算见面 这段书您可听明白了 于成可露脸了 这段书可叫李源出事 可不叫于成出事 非得单等着北高峰喝好带花 那会儿才叫于成出事 老头带着自己这兵人 什么兵人到时候我再跟您说 现在不能交给李源 用手指着李源的鼻子呀 为什么不交给你 福宝得浅 你的这个聪明 你的这个能量就小到这儿 我再教你别的 你也没有多大的程度 再想进步难了 李源这听的就泪流满面了 八年一子不要天天 人参路融海参 这好吃的盯着 一天二斤猪上 每天这烤药 给我泡手 为了散这热毒啊 安公牛黄 严得了泡手 那你说真的假的 大概其业 我就知道牛黄是大粮 散热的 别的我也不懂 可能有 一天宰一只狗不心想 一天要宰一只牛 可了不得了 那为了李源 老陈那钱花扯了 教我这三绝在身 无以为报 跪在老头面前 师父您跟我说 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咱有点缘分到了 八年的光阴 你现在炼这能耐 碰上真正的把势 你还是不行 但是 我既肯让你出瑜伽庄 恐怕也含有敌手 就你现在这能耐 行走江湖 伤人不算 自保有余 为什么 跺脚就走 四五丈远就出去了 真打不过 你在头来跑 后对人追 一拍同嘎的 反手一棍 必死无疑 我教的都是你逃跑的犯法 不会让你打人 我徒弟不能对谁打谁 你把这练得不错 我认为你现在这三样绝技 都快赶上我了 我有别的绝技 你教 你小不了 那么你 这八年在我们家 吃我的 喝我的 小我的 你算我徒弟 你得替我办档子事 又李源一听 那甭说办一档子 办一万档子 我也得办的 老师您说 您让我干什么吧 干什么呀 自这走 回到家去 该开店 开你的店 如果你们家的店没了 我给你拿钱 甭管现在你们家 开店那地方 是干什么 也得买下来 买下来 把这店给我开 开个李家店 三个月后 我派我侄子 小莲花鱼秀 往泰安送货 必然他还得走 清河油仿 这还得住在 你的李家店里头 那会儿我教你的 能耐一招不许漏 你还在后院 练武 打你的长拳 让你手下人 将鱼秀 引到你的后院 替师父我办件事 狠狠的揍他一顿 就一条 不许打死 打残了不算 你对不起师父 拉回家来 我鱼成养着 听明白了吗 他把李源吓坏了 老师 这我办不到 我要不知道 鱼秀是我师弟 我学的大能力 不用您嘱咐 开门我找他去 打来那天 我就知道 小莲花鱼秀 是您亲职的 您是我师父 他是我师弟 我能打鱼秀吗 我还狠狠的打残了 我下不去手啊 那我可要把这八年的功夫要回来 老师 您怎么要回来 我废去你一足一手 我养你后半辈 跟我们家小的八年能耐 你得退给师父我 我教你八年干嘛 就是替我管孩子 这八年老头的气感就没下去 那时候那么大气就跑 要不怎么后的震八方一出来 一百挂铃的人 愣跑了趟杭州找童林去了 不为别的 就为这三字震八方 说震东辖喉庭 北辖个秋天秋飞 与南辖个老道长司马公 他们跟你拜法兄弟 不理你 我不管 他们见 他们乐意让你震 爱震哪震哪 这西方你就震不了 顺着九年 我就西方侠了 到现在多年了 您昨天到后头 铁山寺到杭州类的时候 已然到康熙五十多年了 就是康熙爷都晚年 雍正爷要继位 康熙爷在位六十一年呢 康熙五十几年的事 这老爷子顺着九年 就叫西方侠了 爱震谁震谁 不许震我 就为这仨字一百多 静中思动愣出来 二次出事 这就是于成的脾气 但是于成出来以后后悔 为什么一看同龄那岁数 三十来岁 自己数了自己 打听打听啊 这震八方多大岁数 我以为得跟我边边大震八方 三十多岁 满算他 把娘胎里都练 下去两头 他能练多少年呢 练不了多少年 这是后文书 咱们到说到这的时候 您再听 老头这脾气太大了 你必须打于秀 为什么我告诉你 于秀没能耐 就因为我溺爱有加 这辈子我练功练荒了 现在我七十的人呢 我没儿没女 这辈子没结过婚 可是我没孩子 这么大的家业 你也看见 我不能自断宗师 有道是 无孝有三 无后为大 这个在古人的脑子里 都很重要 我对不起 于家列祖列宗 那么远之的不算 亲之的可救小秀 一个人 小秀在外边欺负人 这个 行有可原 为什么 家里边少爷 秧子 顽固高粮 有点脾气 在家有点把势 家里又有钱 欺负欺负人 我能原谅他 我能教育他 但是跟人动手打成重伤 他打的是你李源的 倘若他碰上一个不是李源的呢 能为比于秀大的 人家也是这样的打他 一掌把于秀打得死于非命了 我古稀之年 我增大家业 我给谁呀 我为的是让你替我教育于秀 让他知道 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挨了打 他就长记性 不跟别人动手了 我好让这孩子活着 这是老头的苦心哪 你要是替我打了他 你是我徒弟 你要不替我打他 咱俩是冤家呀 李源的 师父说这话 听都明白 听不明白 李源一听 这怎么办 得了 师父 那我就打他 您教我这能耐 没教他吧 我准打得过他吧 准打得过 你现在我的能耐 你已经得了三四成 四五成了 小秀 连我十分之一 都没得 你不用功啊 那孩子 来 叫人 给拿钱 说银票 拿了两千两 说现银拿了二百两 李源真受不了啊 吃师父八年呐 一天二斤猪 是一天二斤猪 是这么吃 这么烈 到临走 顺老头家拿走两千多两银子呀 我这叫什么徒弟呢 干嘛给这么些钱 万一那店要盘住你 这么些年完了呢 到家得买回来 为的是好骗鱼秀 风风圣圣摆下一桌酒席 老头亲自给李源践行 告诉人把鱼秀支走 老头要送送李源 年过古西之人 陪着李源顺鱼的庄起身 一直顺大道往东 走了够几十里地 还送李源不明白 老闻师 有道是宋君千里 终有一别 我是您徒弟 我走您干嘛这么送啊 老头 李源哪 你我明是师徒 情同父子 现在我告诉你 我没教过徒弟 我后悔呀 年轻的时候 练功练荒的 膝下没有一男伴女 我这岁数 这个体格 我再活十年八年 没问题 看人家五十来岁 儿孙满堂 在膝下成婚 我眼馋呢 要不小秀就要我恨他呢 你替我管教完玉秀 得功夫可想着看师父了 师父想你啊 到时你要跟你媳妇 生贤一男伴女来抱着来 让师父我高兴高兴 老头说的话 眼圈可就红了 要不怎么李源 对老师这么多年 心怀愧疚 四十年的师徒 铁山四才二次见面 这一说 四十年没再见过面 这里得有原因 您为什么不带回太古家 看看老头来 自己跪在老头的面前 您请回吧 您放心 只要把小秀这事办完了 我带着您徒弟媳妇带着孩子 一定上家来看您来 人俩是撒泪分别 李源这才启程 放下于成老爷子回 于家庄 咱们暂且不表 单说李源归心四见 三步并坐 两步走 两步当作一步行 白天睡觉 夜晚施展陆地 飞腾之法 由山西太原 回直立山东交界 清河游访站 一天半 人说快啊 对了 有功夫 到家一看 一接两项 一膝便润 道路依旧 迎面一看 来了个人 一根扁担 八股绳 挑着两个大梯 梯上摆的是豆腐 豆腐上面盖着梯布 下街卖豆腐的 挑着两梯豆腐 一边走一边要 豆腐 卖豆腐的老孙 李源认识他 李源到家了 高兴 老孙 老孙肯就站住了 一卸尖 豆腐撂在地上 哦 他抬起头来 一看李源认识 穿着也阔了 背着包袱 好 里边银票银子 有钱 精神饱满 啊 容光缓发 但老孙脸上有点不自然 不认识我了 嘿 离家日子太多了 我走了八年了 啊啊啊啊啊啊 可不是八年了吗 李掌柜的 啊啊 这不还想起来了 我是李源的 哦哦哦哦 啊啊 您买豆腐 没人买豆腐 愣拿手一指那小胡臭 仿佛那有人买豆腐的 哎呀李掌柜李掌柜 咱们再会再会 小陪小陪 挑起豆腐 挑自溜进小胡同 李源走两步 追着小胡同口 一看没影了 那时候快跑 啊 拐弯 李源一看 卖豆腐老孙什么毛病 一回头一看 路北的茶馆开着 卖茶的 老李 走几步 到这茶馆门口 刚才他叫老孙 老李就看见他了 老李一探头 一看老孙跳跳跑了 啪啪啪啪啪 把板全上了 反李源到茶馆门口一看 又上板了 这是因为我上的板 回头再一看 认识自己的人 都往来探头 有的那意思想问 让媳妇一拽 快去快去 忘记把门关上 一直往家走 倒上碰得熟人 全跟自己打个招呼 就躲开 没有人问自己这八年 上哪了 干什么去了 怎么回来的 那没人问 也没人提 李源一看 哎 这茬不对啊 我到家就知道了 来到自己家的店门口 李家老店呢 抬头一看 店还是店 门还是门 这门上这扁 改了 写三大字 刘家店 呦 我这店 怎么姓刘了 这扁换了 其实那扁没换 李家老店 那四伯爷在后边呢 这位腾前 把扁一换个 在外面写撒字 刘家店 李家店还在里边 那说这店换了 换了 这店呢 他走的时候托付了 托付给谁 托付给管帐 刘三 这刘三呢 又杭三 所以没人叫他刘三 都叫刘三 哎 伙计们呢 管他叫刘三先生 管帐 一般的住店呢 就叫刘三 这不李源走了吗 这刘三经营这店 管帐 哎 他干活仔细认真 那么这个店呢 买卖很旺盛 不说日进斗金吧 反正赚不少钱 这店那账盘完了 这利钱 开完工钱之后 得给大奶奶送去呀 同一年 刘三把这钱给送去了 二一年 李源没回来 大家就有些个议论 是不是这李源死的外头 说着无心 听者有意 管帐的刘三 可就有点 吃劲 他一琢磨 这李源 是不是真死的外头 这李源要死的外头 这店 这么赚钱 我得好好琢磨琢磨 失心财黑 这管帐的小刘啊 犯了伤心了 打这儿 再写这账 可就两本了 一本叫赚钱账啊 一本叫赔钱账 每天赚多少钱 一笔一笔 全得记得这账 这账是花账 瞎账 收钱了 告诉我没收 出钱呢 好比店里他进东西 啊 进一千斤烟煤 应该呢 是二两银子 他不进 他写十八两 照这么赔 那还不赔吗 这本赔钱的账 写好了 到五月节了 没带利钱 带着账本 上李源家了 找大奶奶 大奶奶 把刘先生接进来 您要给送利钱来 别送利钱来 您看看账得了 大奶奶把账本拿过来 从头翻到尾 从尾翻到头 看完了 递给刘先生了 下回您广说就得了 奴家我们不识字 那您瞎翻什么呀 你让我看我还不看看 负到人家 我们也懂得什么呀 您就说怎么着了 赔了 哦 赔了 赔了怎么样 利钱可就没有了 好吧 去年送来的 我都存着呢 呃 我们尼尔萨 李源走的时候就俩儿子了 我们尼尔萨够吃够花 你甭管 你走吧 贵上的事您多精心 刘先生回店了 到八月节 拿的虾仗又来了 大奶奶 您看看 告诉您了 甭看看 净说就得了 赔了 哦 又赔了 那钱呢 钱连工钱都不够给的了 呃 现在就对付着 都是老伙计 倒舍不得走 勉强还能支应吗 好吧 您看着办吧 又给大夫走了 年官拿的虾仗又来了 进门就哭 大奶奶 这回狗赔了 怎么赔了 也没人住店了 伙计都闹着 工钱发不出去了 眼看快过 连大伙都闹着要钱 干脆啊 您卖地得了 大奶奶一字不识 可是明事里 您说什么 卖地 那可不成 我们大爷临走的时候 说的清楚 外边的事交给您 家里事交给我 卖了二十亩地 十亩的钱 他拿走了 十亩的钱交给我 他说了 就是走十年 一年吃这一亩地钱 我们您仨也挨不了饿 更何况家里边 还有宝田几十亩 老桑数十颗 跟您说 我们您几个靠着这个能过活 店里头赚钱 您把利钱送来 我给他存着 店里头赔了 我不管 李源回来 您跟我们大爷自己交代去 剩下的事 我不知道 那眼睁大伙 跟我瞪眼要钱 您要不肯卖地 我可只能把店盘出去 那我不管 说的清楚 是店里的事 都是您的事 是家里的事 都是我的事 刘先生 打今儿起 您可也别来了 跟您说 咱们男女有别 说话也不方便 一年小二年大 我这俩儿子也长起来了 有什么事 我派他们俩上店里找您去 没什么事 您也少来 到年了节了 我这什么都不缺 什么时候再来 多的我们大爷 李源回来 多的您再来 大奶奶 我说句话 您可别不爱听 您说 说什么都行 大爷万一要客死 他乡呢 你是怕我们大爷 死在外头啊 没关系 养儿就要防备老啊 现在手里这钱 我够把俩儿子 抚养成人的 这俩孩子 多的长得 大的十六 小的十五 可就是我的帮手 到那会儿 有俩儿子养活我 我不指着别人 您甭操心 好 那我可就把店 给卖了 执您回来 跟李源有交代就行 哎 柳山岸含着回店 这店归塌了 原先的老伙计 一个不用全辞了 换了一波新伙计 把这扁摘下来 您倒换快扁呢 舍不得 抠门 把这扁一翻过 一看这面挺好 找人写仨大字 刘家店 把这扁一赞 刷着油漆 都给挂上 外边刘家店 里边李家店 原先他给啊 这李源当管账先生说 就一丝不苟 现在这店是他的了 更兢兢业业 哼 舍不得吃 舍不得花 一天三遍账 这账每天都必须算清楚了 差一个铜子 这账没对上 他得接着往下算 多的把这铜子算平了 这账算对了 这子找不着了 多的算完 一宿算二倍多遍 这子还没找到 到天亮 自己跪的观音像头的启示 观音娘娘在上 有信师弟子 刘山在下 皆因为一宿算账 有一个子没算平 特在娘娘面前启示 誓言有约 倘若这一个子 是我不精心给丢了 或者是浪费了 或者是花在无用之处 叫娘娘您 把我天打五雷轰 叫我死于非命 不得好死 倘若这一个子 我没乱花 而且他没丢 过些日子 我又把他找着了 娘娘您慈悲 我给您 烧高香 上高贡 棒棒棒 在娘娘跟前磕头 观音像头了 跪点磕头 为一个子 每天得起回事 就这样的算账 每天得算好几遍 舍不得吃 舍不得花 钱是越赚越多 人是越来越瘦 形容骷髅 俩眼膏子跟蹬似的 他不睡觉 就算账 铜钱换银子 银子换元宝 多再凑够 五十二两五钱银子 就住元宝 上银楼 您把这给我 住一大元宝 这就永远不破了 不能花了 说五十两银元宝 对 再到银楼 您得交五十二两五 有二两五的消耗 一两银子 多少消耗 一两银子 是五分银子的消耗 那么十两银子呢 就是五钱 五十两银子 五五二十五 就是二两五的消耗 要不然不给您住 那么这银子 给您住好了 翻过来 底下打一长方的车 上面写 足两文银 那就是五十二两五的 不打这车 那就是五十两的 这个银子 跟这银子 那就差着行上 那么这个 五十二两五送的银楼 打一个银元宝 再也不动 存的柜子里头 每天算完账 头睡觉 把柜子打开 把银元宝搬出来 挨个亲一遍 挨个亲 亲完再送回去 然后数 数对了 锁上 钥匙 拴好了 挂脖子上 他能一松紧的套 推延了 他睡觉不怕勒 不怕上不来气 然后拿俩手 攥着这把钥匙 躺着睡觉 睡多的公分 最多一个时辰 俩钟头就起 起来 就把伙计都叫起来干活 这人是兢兢业业 要是说哪个买卖 雇这么一经理 可厉害了 发了财了 他这往挣钱不花钱 这钱可攒下了 银柜里这钱呢 银元宝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八年的光景 再没登过李家门 哪知道这一天 账房正算账 李源回来 李源抬头一看扁 刘家店 真让老师给算着了 我这店盘出去了 归了姓刘的 他在门口站着 背着包袱这发愣 伙计在门口一看 这是住店 赶紧过来让 老客 别往下赶了 就住我们这儿吧 好吧 李源一张嘴是荡香口音呢 伙计听哟 这是本地人呢 怎么本地人不回家还住店呢 可就给让进来了 刚要过账房往后到 上房屋让 李源一摆手 你干活去吧 我上账房找先生 找你们掌柜的说点事 您认识我们掌柜的 不认识 那您找他说什么事 我看看他是谁 我得问谁盘到我的店呢 他姓什么 姓刘 叫什么呀 叫刘山 刘三先生 刘山不是我的管账先生吗 怎么这店归他呢 你甭管了 你干活去 我给您支回这 不用不用 把伙计打发走了 一条账房帘 李源卖不进账房呢 咳嗽子这么一声 刘山两色的笔 拿手夹着 账本这翻着 这正写账 这两只笔 用一根加一根 那用那啥的时候呢 不用再献刀一竖 那点也能写 这是练出来的 都两根笔 这正写账 经历人壳子一抬眼皮 那模样没变 手都哆嗦了 咔 咱勾了 这篇账算完了 李源把包袱卸下来 往账桌一搁 刘三先生 李的爷 叫出一句李的爷 本来应该说 您谁啊进来 这银钱重地 贤人墨尽 这句话不敢说了 认识 东西全掉下 绕账桌出来了 做一大一 居一大工 您回来了 我走到外边 一看李家店 改了刘家店了 这店 盘给您了吗 你原来就这么一瞪眼 用手一指这刘三 刘三一听 这会我要说 这店盘给我了 瞅他这意思 跟我没完呢 他卖的地是练武去了 甭问呐 这回连料都练回来了 问题这不是拉着杆 要着饭回来的 您走穿着带着 愣没敢说这店是自己的 没有 没有 怎么改了 刘家店了 东家 您不知道 我不容易啊 你怎么不容易 自打您一走 您家就穷亲亲太拖了 都上店里边吃 店里边喝呀 我硬头不过来 白吃白煮白拿白要 到最后我呀 我一琢磨干脆 我就骗他们 我说这店是我的 对给我了 我跟您说 那扁我没敢换 李家老店四个字我留着呢 那扁我翻过来 抠了仨字 留着店挂上 不信捅下来 您看的 还是李家店呢 好好 一会把扁捅下来 我看看 这八年 买卖怎么样 这有账 这账都在桌上摆着 好几本大账 现藏现换 来不及啊 李源坐在这 把这本拿过来 一看 前三月 头一季度 赚了多少多少钱 四五六第二季度 赚多少多少钱 这年的看完了 把这本要拿回来 年年都挣钱呀 好啊 刘三 这买卖干的不错呀 比我在的时候 赚钱呢 是 你可瘦了 为我 你受了苦了 谁说不是 钱都在哪呢 都在营柜里呢 打开我瞧瞧 哎 你脱衣干吗 我这钥匙在里边呢 好替我守着呀 把钥匙摘下来 把银库打开了 银库门一打开 李源吓一跳 伸手拿起 一翻个一看 足两文银 五十二两五 一个银炉里边的 大银元宝 用手操这么一数 够八千多两 把这银元宝放回去 把自己包袱打开了 两千两的银票 加二百两的银元宝 也搁在银铺里头 把柜子给对上 锁锁上 把钥匙往自己这一垫 刘三看得俩眼冒火呀 真眼泪下来了 真回来的真好 买卖你替我支应的 我得上家见您大奶奶跟孩子去 明天我让伙计们一块给您接风 大半的老伙计都不在了 我换了一条新人 没关系 新人有新气象 买个赚钱就好 辛苦辛苦 再会再会 回家了 踏踏走 刘三就进了自己那乌龟的观音像头了 正反撤了自己一手嘴巴呀 让伙计把别人捅下来 缘分不动 掉样又给挂了 哥也刘三忏悔 咱且不提 单说李源到家见大奶奶 夫妻见面 父子重逢 抱头痛哭 一束离别之苦 再见聚会之欢 大奶奶可就说了 刘三谋产之事 他是怎么来怎么说的 怎么办的 我是怎么答对的 李源一听 我就知道 这小子害怕 我一掌把他拍死 缘分不动 把这账都交出了 把钱都给我了 这是他的便宜 在家 一家的传员 第二天 到柜上 你看刘三把伙计都叫齐了 黑压压 站一院的人 这是咱们东家 这是掌柜 我听说不知道 我咋来就知道刘东家 他是领东掌柜 他自己干的 谁干的都无棒筋 东家掌柜的 先生 都是他一人 现在怎么又出一东家 你没看那扁都换了 李家见了吗 您见着大奶奶了 见着 哎 您看没有 扑个卷 我都准备好了 您的功夫八成是练得了吧 啊 比走时候反正强点了 是 走时候您揍我这 拔个就有富裕 既然那家见着大奶奶 话也说透了 您是让我活着 您是让我死 您说怎么着吧 反正您得留我一条命 来人 把这扑个卷先搁个账房 有人把扑个卷抬账房去 你们都是新来的伙计 有知道有不知道的 李家见是我的 这么多年呢 难为刘三先生替我管这个店 刘三 冬家 打劲起 冬家是我 掌柜的是你 你在单顾一个先生管账 以往的事情 一往不咎 你心的清楚 我明白就完了 这店让我管 管不了 就得你管 人你也是用熟了的人 你看怎么样啊 冬家您不散我 散你干什么 拿钥匙哗笼 给了刘三 去 把柜门打开 刘三把柜门打开 这帮伙计挨着个排好队 把银子拿出来 给了刘三 一千两银子 剩下这些伙计 大有大份 小有小份 哪位都得分个十几两 二十几两 都分完了 您贵锁上 要是拔下来 还挂着自己身上 刘三眼泪下来 大奶跟您说 您还对我这样 我不在家 你行出这样的事 也是人之常情 那么现在我回来了 我也盼着你知过能改 这就是李源厚德的地方 那没散刘三 刘三真得说 痛哭流涕 改过自新 打这儿起 还拿这买卖当自己的 一心一意的 辅佐着 李源 等到没人 就是李源 把刘三找来 我跟您说 您让伙计盯着点 三个月左右 有一波山西老客 打咱文前座 不惜一切代价 把他引到店中来 住在上旁屋 后院拾得出来 三合土 砸地 兵器架子 列了两旁 派人出去 把当年我那帮徒弟还找来 我带着他们 还得练武 这事你办 刘三说 您要干什么 剩下你别管 只要山西的 于姓老客 一露面 你是素来抱我 收拾院子里练武场子 这好收拾 找这帮徒弟不好找 八年李源走了 这帮徒弟也有走的 干什么的都有 仗子刘三人头熟 现在又有钱 愣把当年这帮徒弟又找来了 还跟李源小 李源说 我这几年 小了点能耐 还教你们 真功夫教不了 为什么 不是不愿意教 没这条件 现在 每个人让他们练这铁砂掌 一人二斤 一人二斤 这得多少猪神 李源办不到这 还教他们长拳 大伙跟着李源还练 这间后院当中 劈里扑路 大家正在练武 就看头的先生 这位刘三 登登登登 往后跑 我的东街呀 山西老客 于秀 来了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